我们一个人到这个世间来 这是语言 那因是什么呢 基本的因是一个 是相同的 星星 是变 这是完全相同的 一切法都不例外 可是 我们到人间来投胎 找这个父母 这都是缘分了 你为什么找这个 这一对夫妻做父母呢 你为什么不找别人呢 那佛在经商跟我们解释 父母跟子女有缘 如果没有缘 当面也看不见 也找不到 什么语言呢 佛给我们讲有四种语 第一个报恩 过去生中 你跟他有缘 这父母对你有恩惠 你遇到的很欢喜 你来报恩 来报恩的小孩好 很神心 孝子贤孙 他就那么聪明 就那么乖 就那么听话 那你要懂这个道理 我们对人要广结 善愿 要广结恩惠 要报恩的人才多 如果是第二种 是报怨的 过去生中 你们是冤家对头 他到你家来 来报怨的 来报仇的 那这个麻烦大了 这个小孩将来报家词 会搞得你家破人亡 来报怨的 所以现在这个社会 好的小孩少 坏的小孩多 什么原因呢 你父母对人 是不识恩得多 还是自私自利 想占别人便宜点得多 这道理是自私自利 第三种呢 是讨债的 你欠他的钱 但是不欠他的命 他也不会要你命 那你所赚的钱 就都还给他 是讨债鬼 欠的少的 小孩养了三四岁死了 为什么 你花了那么多钱 他就那么多 他讨完就走了 他给你没什么感情 不管你怎么喜欢他 他对你没感情 如果是欠他多的 他可能要讨个 一二十岁 供到大学毕业了 拿到博士学位走了 这是讨的 这是讨得多的 那第四种 就是还债的 是他欠父母的 所以他对父母物质生活 会照顾很好 也要看欠多少 欠的多的 那他多还吗 对父母就照顾 物质照顾 很优厚 如果欠的少的时候 对父母生活 勉强 够吃就可以了 不会给你多余的 不会给你过的日子 过得很好的 这我们都亲眼看见的 把父母当做什么 佣人差不多一样 年岁大了 也有一个佣人去照顾他 但是看得跟佣人一样 每一个月生活费用扣得紧紧 没学佛不知道 一学佛 这还债的 过去父母欠他的不多 所以他还他的很少 佛说 没有这四种人 不会到一家了呀 那学佛之后了 那这一家的时候 这怎么怎么办呢 佛告诉我们 把这些孽缘 转变成法缘 教啊 你要好好地教他了 教能力 教道德 教因果 把过去这个冤寨 都给他化解 变成法缘 你看看 不都在念吗 这些无门有定法嘛 法无定法嘛 看你会不会转变 这个道理 佛法没到中国来 怎么中国老祖宗知道了 所以老祖宗啊 忠实 扎根教育 扎根教育 就是转变这个缘 这些人不是不能变的 能变的 你这一教一转变的时候 你对他就不识 大恩大德了 他本来是 是抱恩抱怨 讨债还债的 你现在一下转变的时候 把他教他 变成了贤人 变成圣人 变成佛菩萨 这个恩德德大 变成了贤人 我们可以关心的 关心的 贝人 在血缘 梯 贝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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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贝人